而在第一个连续假期的夜晚 也就是25号的晚间 花龄市东大门夜市 出现了上万的人潮 夜市内人群是摩肩接种 店家备足平日三倍的食材 来迎接客人 手里忙得不可拆交 现付统计 光是25号晚间 就有将近两万人次 来到了东大门 店家的脸上是笑得相当的开心 都说人潮终于回来了 东大门夜市内 人群满满 觉得水泄不通 店家是备足了平日三倍的食材 迎接客人 手里忙得不可开交 有些探位号码牌 都抽到近300号 不过到访的游客也都表示 久等也没关系 因为就是要吃到 东大门内的特色小吃 你们是从哪里来玩 海北 海北 你们拍了多久 大概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它这么热的天气 你们怎么还愿意拍 玉米比较好吃 所以你知道这间是名店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海小姐是不是好容易排到队 真的 我排了一个多小时 超可爱 超多人的 为什么这么热 你还愿意排队 因为这间非常好吃 我很推荐 之前东大门夜市 受疫情列入警示点影响 疫情期间最惨的时候 假日店员比上门的游客还多 现在好不容易回温 店家甚至调动了分店人手来协助 我觉得疫情稳定 现在人潮一定是爆量 不过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人 非常夸张 你特别准备了多少次 我们每天大概准备了破千只的玉米 不过看来应该是不太够 对啊 我们还从各个分店调一个师傅过来 我还是忙不过来 环林县政府表示 因应武汉肺炎疫情趋缓 以及配合防疫新生活运动 考量东大门夜市为户外场所 且防疫措施成效良好 经研议后决定自6月1日起 解除口罩管制 不过东大门夜市被列为 旅游警示管制热点部分尚未解除 将持续的来配合中央实施入园 游客体温捐测 而至于何时解除管制 仍需是中央疫情管制政策再行调整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道